各位觀眾早安 早上6點15分 歡迎收看成間氣象 今天是10月26號 禮拜一 又是一個禮拜新的開始 不過呢 剛剛17號颱風才剛遠離 天氣好不容易好轉了 怎麼又有一個颱風生成呢 趕快看到路徑前示圖呢 今年的第18號颱風 莫拉菲在昨天的時候生成 不過呢 可以看到它的路徑 跟前一個颱風 其實差不多 都是朝著南海 接下來會再朝著越南而去 所以對台灣是沒有什麼 直接的影響 但是同樣的呢 水氣會在周三周四的時候 影響到台灣東南部的天氣 那麼禮拜一上班上課 天氣如何呢 看到衛星雲圖 其實週末北部是有一點涼 甚至是有一點冷的 但是呢 今天東北風開始減弱 所以白天的溫度 就會慢慢的回升上來 白天桃園以北 以及東北部地區 高溫25到27度 花冬也會到28度左右 而新竹以南都是好天氣 29到32度 至於降雨方面呢 其實今天的水氣就不多了 只有東半部地區 還有大台北的山區 會有一點點零星的降雨 其他地區都是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不過呢 中部以北 還有東南部 恆春半島沿海呢 空曠地區都會容易出現 8到9級的強震風 沿海以及鄰近的海域呢 也都會有比較大的風浪 海上作業的觀眾朋友 這要多加留意 不過也是因為東北風是持續的吹 我們看到空氣品質 竹廟以北呢 位於鷹封面 所以空氣品質都算不錯的 但是中南部呢 因為處於下風處 污染物是比較容易累積的 而且午後會有光化作用的影響 臭陽濃度就會上升 所以今天雲嘉南以及高坪地區 都是亮起了橘燈 提醒過敏族群的觀眾朋友 出門還是要戴上口罩 是比較保險的 那麼接下來一週的天氣如何呢 看到天氣走勢圖 今天明天東北風都是比較微弱的 所以氣溫都回升 各地都會是一個多雲到勤的好天氣 但是早晚溫差還是比較大 還是要加建衣物保暖 到了禮拜三呢 颱風的外圍環流 開始影響到台灣的天氣 水氣就會稍微的增加一些 東半部會有局部短暫震雨 不過呢 桃園以南還是情時多雲的好天氣 再來到了禮拜四禮拜五 東北風又要開始增強囉 除了北台灣和東部地區 轉為一個有雨的天氣形態 冷空氣也要開始南下 而且呢 這一波的冷空氣是比上一波 還要更強的 北部低溫 有沒有看到有機會下探15 16度 有機會創下入秋以來的最低溫 最後天氣關鍵字提醒您 今天東北風減弱 水各地的溫度都是回升的 不過中南部的早晚溫差還是比較大 要記得多加一件保暖的衣物 再來就是沿海的風浪 也是比較大的要特別留意 最後呢 雲林以南呢 這個空氣品質今天都是比較不佳的 提醒您還是戴上口罩比較好 以上就是這節氣象資訊 讓您出門上班上課 穿衣服有參考